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查出四年前到台南中西区酒店 朝天花板连开两枪 就这么巧 酒店少爷经过走廊遭榴弹打道 子弹从肩胛骨射进 进到了心脏 少爷宣告不治 警方调阅监视器 发现开枪的人 还从容从大门口离开 事后一名理性酒客主动投案 声称是跟朋友开玩笑试枪 但警方深入追查 理性酒客是帮派的二把手 出面帮大哥顶罪 开枪的主贤姓芳 绰号古瓦 是台南地方角头 自主双品帮 经常在庙会并让他流窜 四年前跟店家收保护费 才会起口角开枪 而被逮后脸书被洗版 等你回来 大家会把你交代的事一一完成 并po出多张照片 显示他在地方上 有一定的影响势力 来参加安平区角头遭枪杀案 来灵堂置疑 警方拒报后 立即前往据点围捕 方信角头开枪 误涉酒店少爷 跟被害家属打官司 达成和解 但仍被判两年半有期徒刑 二月份却没到法院报到 警方掌握他到角头 大哥灵堂上香 事先埋伏逮捕 将人送进监牢服刑 再次王少伟红薯珠 台南报道